在这个情况下刚好我们到了乌镇 乌镇第三届的互联网大会 大家讨论互联网同时也讨论全部当选 因应之策 鸿海的董事长郭台铭出席了这一场互联网大会 发表了演说 也成为众所主目的对象 日本的日经新闻有这么一则报道 如果在美国生产iPhone成本将翻倍 他们引述了他们得到的独家新闻 台湾鸿海精密工业开始讨论 在美国生产苹果智慧手机的可能性 来应对美国下任总统川普提出的制造业 回归美国的政策 而同时台湾大型代工企业 合硕联合科技 就是合硕拒绝了苹果的洽询 将把他的工厂继续留在中国大陆 我们也特别在乌镇专访了郭台铭董事长 江南水乡再度封城迎接盛会 在乌镇举行的世界互联网大会进入第三届 虚拟世界如何造福人类成为今年主题 互联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发展活力的领域 给人类的生产生活都带来了深刻变化 本届大会是以创新驱动造福人类携手攻陷 网络空间的目标工体 为主题 习近平发来视频谈话 揭开本届大会主题 到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看世界的方式 我们就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创新驱动发展不仅是单纯意义上的网络公司 各家企业都带来依靠数位化与网络科技 所研发的新技术新产品 将互联网加这大陆的国家战略 演绎得淋漓简直 但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却有不一样的看法 数字经济让我们学为了 怎么样从传统的制造变成智能制造 也就是说我们利用制造过程中 所产生的出来的数字 来让我们加上互联网的运用 所以我们叫做智能制造加互联网 而不是互联网加 你看那个机械手 文倩世界周报在2010年独家库观红海的土城 总部市营运中的智能制造无人工厂 累计40年的代工制造经验 未来郭台铭要卖的不只是单纯的代工 而是结合大数据 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和物联网等 为客户的产品打造更有效率的生产方案 其实要做一个无人化的观众生产 还要做出非常精准的产品 我们的粮率要达到99.9% 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位置 在乌镇峰会的展场 郭台铭亲自当解说员 分享了这几年发展智能制造的成果 所以我们从自在义的角度来看 应该是加互联网 就是你是这个行业的龙女 你加上互联网 就如同我以前讲过 互联网的特色无物以天意 如果你是这个老虎 你加上互联网 就等于是要比加上那个翅膀 所以你可以飞到全球各地正面去竞争 全球代工龙头的转型 不只是迎接工业4.0的革命 还有应对全球政经格局的变化 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后 全世界都在担心 他选前贸易保护主义的主张 扬言对大陆课征45%的惩罚性关税 同样是川普当选后的话题 郭台铭因被台湾媒体爆料 有了选总统的动心体验 在乌政峰会被记者堵着问这问题 郭台铭却显得相当无奈 跟互联网有关吗 跟互联网也有关 跟自文制造独立有关系的 跟你选总统有关系的 那个是伪命 或许郭台铭回答了许多人对他的期待 但他告诉我们美国大选后确实开了一次会 但讨论的不是他选总统的事 而是因应接下来的全球变局 我给你透露一个小的秘密 在川普当选的第二天早上 我就内部召开一个会议 我告诉我所有的同仁 我说不管谁来当选 就说今天川普当选 就哪怕是希腊尔当选 我想这一次选举的氛围 贸物保护出已经是他们共同的话题 布什康是川普在竞选期间 唯一点名的中国企业 他批评苹果把大量的制造外包给富士康 导致美国就业的流失 日经新闻本周在引述消息人士说 苹果正在和富士康联系 考虑在美国建设手机组装厂的可能性 而富士康并不回避这个问题 这个是一个牵扯到一个产业链的转移 但是富士康应该是最有资格 最有准备好的 所以我相信你在后面会看到 这个郭董在这个集团 我们在这个美国当地这个制造业 在做本地制造 当地多口制造的一些动作 我相信我们应该站了一个很好的位置 不管它是保护主义也好 或是这个其他的一些关税障碍也好 我相信我们有充分准备来应对 这个美国保护主义所造成的影响 不管我们将来是哪个国家保护主义 我们把生产线迁拿去 但是我们能够把我们工厂做到自动化无人化 我相信这是我们自己要做扎根的工作 不管是什么时候来临 甚至什么时候发面临这个情况 我觉得我们只要是到工厂到了自动化无人化 甚至于到可以说全产业链都可以垂直整合的 有效的互联网化的话 我们可以搬到哪里生产都有一样的成本 所以我想这个基础工作我们已经开始做了 分析认为苹果在美国本土生产手机 是政治上比较明智的举动 以此缓解未来川普政府给的压力 而郭台铭说 他也乐于帮美国人创造就业 只是美国人会做手机吗 他们美国政府只要训练 我们可以提供很多工作机会 因为美国还是比起很大的市场 这个市场都是过去 它是并不是因为中国完全拿过来 而是美国的那些人 因为他们过去也没有做手机 对不对 他们丢掉的机会 并不是因为手机的兴起 而是产业结构的调整 所以我认为他们需要的工作机会 我们不只要可以提供协助 这个协助来自于说 美国政府要训练 把生产线转往美国 或许并非郭台铭所愿意 但代工厂只能满足客户所有的需求 而应对保护主义的抬头 智能工厂也让这种基于政治考量的 生产线转移快速且尽可能降低成本的完成 让郭台铭代工王国的地位 毅力不搖 我还没 我还没